3比0横扫日本队夺冠 伊藤美成心态被打崩 比赛还没结束提前放弃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伊藤美成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还有大家说一下最新的一个比赛当中了 中国队再次打败日本队 对强势夺冠的情况 大家知道目前新加坡WTT大满贯比赛的正在进行当中 而随着目前比赛进入收官的阶段的 那么各大赛事的一个结果呢已经是逐渐出来 从目前五个项目当中那么中国队呢 已经是决出了三个冠军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 剩下的还有男单和女单这两个项目的冠军呢 也将会是由中国队来刮分的 所以从目前来看呢 中国队的整体成绩呢 已经完成了我们玉顿的目标 就是争取在本场比赛呢争夺到所有的金牌 那么在最新落下帷幕的第3块金牌争夺战当中呢 中国队的王曼玉以及孙颖沙选手呢 也是3比0的强势很少的日本组合 伊藤美城组合最终呢强势拿下这块金牌 当然其实啊这场比赛的整体表现 中国队呢肯定是勇往无前 并且呢 占据相当大的个优势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 相比较于过往的自信爆棚的状态 感觉本场比赛呢 伊藤美城根本就没有在状态 而且呢整场比赛的心态都有一些崩的感觉 整场比赛中国队3比0的话 分别比分是11比4 11比6 11比4 这三个比分其实看起来就能够看得出来呢 整个日本队呢有种放弃要抵抗的感觉 如果说在过往奥运会包括之前的世锦赛当中啊 日本队能够啊 这个非常坚长的抵抗的话中国队呢不可能也能这么轻松 所以在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一次担任解说的我们前国民名将 延安呢也给出了一个非常犀利的一个角说 他说这场比赛呢啊日本队的选手早田希那根本就是在1打3 除了要打中国队两个选手之外呢连他队友伊藤美神呢也在面对他的对抗 意思也就是说呢本场比赛伊藤美神呢根本就是出攻不出力 感觉心态已经崩了所以呢还没有比赛结束之后呢已经放弃了抵抗 也许就是知道可能中国队的选手实力是太过于强大了 而且在此前呢我们已经强势打败过他 所以可能让伊藤美神这场比赛再一次去面对中国队的选手呢可能心里面呢已经没有 有之前那种自信爆棚的感觉 那么之前伊藤美神还声称要一打五打败中国队的选手呢拿到两个项目的金牌 但是从目前来看了他们日本队的连一块金牌都没有拿到 而且呢从现在整体的发展趋势来看了伊藤美神在本次大战当中呢无疑是在世 败幸而归对他来说确实打击是相当大的 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可能这一次伊藤美神的面对这个惨败的结果之后呢 他已经不像此前那样的每次都崩溃大哭 这一次感觉在领奖台上呢他是非常的放松 而且呢有种苦笑的感觉 如果放在此前奥运会或者去年的市井赛当中伊藤美神了 可能早就面对记者的采访 崩溃大哭大哭了 所以可能从这点表现当中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了伊藤美神他的心态的 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之前可能面对中国队是非常不服气 而且呢憋着一股劲所以每一次失败之后啊都会觉得自己非常不争气 但是也想争取下一次呢打败中国队的选手 但是现在面对这几年的一个征战之后呢他可能也 彻底看清楚了中日双方的实力差距 所以现在可能也甘心做老二了 这一次被打败之后呢也没有太多的波澜 没有太多的一些心态起伏了 可能啊对伊藤美神来说确实是身不逢时 面对中国队这么强大的对手呢 即便他很想站上这个女双的舞台 但是没有办法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对他们而言呢可能啊想要赶朝中国队的话 还需要10年20年这样的时间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